HELLO 大家好 這裡是專注遊戲的狐狸牧場 我是赤狐 農曆新年假期即將要到了 大家都已經準備好要放假了嗎? 放假要準備什麼? 那當然是假期間要玩的遊戲 近期我有分享了一些假期的派對遊戲 另外之後還會有一些相關的主題 有興趣的玩家可以持續關注 不過最近除了要準備假期之外 遊戲的相關消息當然也不能錯過 本週值得期待的新聞有 哦!新資卡比Wii豪華版最新的資訊來了 哥布林殺手、無知轉生都要出遊戲 又一款戰棋類遊戲續作要推出 一起來看看本週的電玩亂報 首先第一則討論新聞 在這禮拜任天堂的本家IP 聖火降魔路Engage就要推出了 而下一款接續推出的任天堂本家IP遊戲 就是預計將於2月24號推出的遊戲 新資卡比Wii豪華版 這款遊戲實際上並不是一款全新的遊戲 看名字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這是一款移植的作品 把Wii上的新資卡比加入了新的內容 讓它以新的樣貌出現在玩家的面前 雖然說是移植作品 但就目前任天堂本家的相關遊戲來看 他們在豪華版上真的都加入了不少新的內容 不會只有單純更改解析度而已 那麼這次的豪華版又加入了哪一些新的內容呢 首先不少玩家最關注的就是這次有沒有新增能力 畢竟卡比的變身能力是它絕對的黃金招牌 這次除了原本版本當中有出現的能力之外 在新能力上也加入了兩個能力 第一個是沙子 根據目前看到的消息 變成沙子之後除了可以利用沙子的變化來攻擊之外 還可以躲進沙子裡面保護自己喔 原來是我愛羅形態啊 第二種能力是裝甲 這個能力觀眾看的都覺得很帥喔 裝甲形態下的卡比可以有不同距離的攻擊手段 並且最厲害的是它可以盤旋在空中飛行喔 這很明顯的是鋼彈形態嘛 除了全新的變化形態之外 還有收錄來自星之卡比星星同盟當中的能力慶典 根據官方的資料啊 目前總共有26種複製能力喔 看起來相當豐富有趣 而這次遊戲上的另一大特色 就是加入了熱鬧魔法洛亞樂園喔 也就是小遊戲區域 讓這款遊戲也有了派對遊戲的能力 目前公告啊 總共會有10種不同的小遊戲 其中兩種是全新的 包含砰砰光線槍與尋找魔法洛亞圖書館喔 另外8款啊雖然是過去就有的遊戲 但不少都是從各個版本當中集合起來的遊戲 在這裡讓玩家一次享受 尤其是經典的《刹那間一盞》喔 我自己非常喜歡 這次還有加入《刹那間一盞》 白!可以透過網路來比較最高分數 相當令人期待喔 不曉得大家會買這款卡比遊戲嗎 歡迎留言分享 第二則討論新聞 不曉得大家除了玩遊戲之外 會不會有看動畫的喜好喔 我自己就還蠻喜歡看動畫的 而遊戲跟動畫之間 說實話也常常會有所關聯 推出所謂的粉之巷遊戲 即使這類的遊戲啊 在品質上相對的比較不穩定喔 但為了自己喜歡的角色也好 為了能夠參與其中也好 我想有不少玩家 都還是會把這些遊戲買下來 而且即使有這類的問題發生 對我來說 我依然還是期待自己喜歡的動漫喔 能夠有推出遊戲的那一天 而在最近啊 日本武士道公司宣布 他們將要成立全新的遊戲品牌 並且會以這個品牌來推出遊戲 這些遊戲都會是動漫IP相關的粉絲項遊戲 不過這間遊戲公司過去推出的 家用機遊戲並不多喔 遊戲方面的主要業務範圍 還是以手機遊戲為主 這次的新品牌 就是希望能夠整合原本的手機遊戲團隊 成為一個同時能開發 家用機遊戲與手機遊戲的團隊喔 目前團隊的規劃當中啊 包含了會推出 哥布林殺手 令你冒險者 夢魘盛宴 遊戲平台啊 包含了Switch跟PC 無知轉生 到了異世界 就拿出真本事 回憶任務 遊戲平台包含Switch PS4 PC 超時空要塞 遊戲平台包含Switch PS4 PC 遊戲平台上還蠻特別的喔 都沒有規劃在PS5上推出喔 我自己有點擔心喔 畢竟原本的團隊 主要是以手機遊戲為主 在家用機的遊戲呈現上 相對的比較少經驗喔 哥布林殺手跟無知轉生 這兩部我都有看 就主題來說 絕對可以做成很棒的遊戲 希望實際呈現的能夠帶給玩家驚喜喔 而不是單純的賣IP的遊戲喔 不曉得大家會不會期待這些遊戲呢 你們是看好的還是擔憂的呢 歡迎留言分享喔 第三個討論新聞 在前幾年報電話亂報的時候 當時的遊戲市場上 戰棋類的遊戲是相對的小眾 即使有新遊戲要推出 整體的討論度也不算太高 不過近幾年有變化的趨勢喔 越來越多戰棋類遊戲的推出喔 有些是新遊戲的IP喔 有些是老遊戲隔了很久 看起瘋了決定要推出續作 當然也有些是持續推出作品的遊戲 最近公開的遊戲 傭兵晚哥環繞銀郎與巫女的七星 就屬於持續發行的系列之一 這款遊戲在Switch上有推出前三代的合集作品 這次的新作品在畫面呈現上 接續了過去的像素風格畫面 並且系統上也有做出兵種的專屬定位 呈現出戰棋類遊戲特有的戰爭感 雖然說系列推出續作應該要感到開心喔 不過這個系列讓玩家比較詬病的地方 還是在於遊戲的系統方面 可以說是完整的接續了過去的系統喔 讓一路玩過來的玩家感覺到了重複性的疲乏感 不確定這次的新作品會不會有所調整 另外還有一點喔 就是不確定這次有沒有支援中文 不過這個月還有聖火可以玩喔 我想也能夠滿足玩家的戰棋慾望喔 新聞書寶時間 任天堂試玩同樂會又要來了 從1月13號開始到1月19號下午6點 可以下載你才我減施尼帕Plus來玩喔 有興趣的玩家可以嘗試看看 Google英雄殺手推出大型更新魔鏡 加入新的BOSS與內容喔 有興趣的玩家可以玩一下 新假面騎士推出2D橫向遊戲 SD新CAMMAN RIDAR RUN5喔 預計將於3月23號推出 有興趣的玩家可以關注一下 估計廢墟 預計將於2月2號推出中文版本 Rogulike類型的射擊遊戲 很好奇會不會是下一個精神思光屋 台北電玩展公開了獨立遊戲專區 這次的展覽中會有專屬的區域可以逛一逛喔 想要親自體驗的玩家可以去逛一下 XBOX將於1月26號半夜4點舉辦開發者直播 到時候會有不少遊戲的新消息喔 有興趣的玩家到時候可以關注一下 以上就是本週新聞的部分 上週新聞大調查的結果 多數的玩家在近期沒有打算要更換主機 那本週的新聞大調查是 各位只有Switch的玩家 今年會有買其他平台主機的打算嗎? 歡迎底下留言區按讚投票 那接下來跟大家分享 8米通公布1月2號到1月8號 日本地區的遊戲銷售排行 第十名PS5平台 跑車浪漫旅7 賣出13929份 第九名Switch平台 瑪利歐派對超級巨星 賣出14591份 第八名Switch平台 淘汰狼電鐵 昭和平成令和也是基本款 賣出14614份 第七名Switch平台 任天堂明星大亂鬥特別版 賣出16604份 第六名Switch平台 勇者鬥惡龍尋寶探險團 藍色眼眸與天空羅盤 賣出20735份 第五名Switch平台 Minecraft賣出21556份 第四名Switch平台 Nintendo Switch Sport 賣出35673份 第三名Switch平台 瑪利歐賽車8豪華版 賣出37302份 第二名Switch平台 斯普拉頓3 賣出56579份 第一名Switch平台 寶可夢珠子 賣出135627份 以上就是1月2號到1月8號 日本地區的遊戲銷售排行 本週的銷售排行基本上變化不大喔 在年初沒有新遊戲推出的情況之下 這些遊戲就會穩定的停留在排行榜上 期待之後聖火的銷售表現 那在看完銷售排行之後 接下來跟大家分享 日本任聖堂公布 接下來這一週 日本Dshop即將發售的遊戲 1月19號 女神異文錄4黃金版 女神異文錄3攜帶版 經典的女神異文錄系列 終於要推出了 在3代與4代推出之後 從3代到5代都可以在Switch上玩到了 這個系列是經典的日系RPG遊戲 以惡魔的世界觀的設定 與學院風格的結合 讓遊戲玩起來有不同的體驗 想要補齊這個系列遊戲的玩家 或是想要收藏的玩家 這次可以好好的考慮一下 發明工坊發明組合包 發明工坊再次推出到玩家的面前喔 我們扮演女主角要想辦法協助 將落魄的城市給復甦起來 遊戲中可以自己製作東西 可以跟其他的NPC彼此之間互動 在過去遊戲推出之後獲得了滿高的人氣喔 這次除了有復刻版本之外 還有一款動作遊戲玩法的發明工坊日誌 喜歡的玩家可以考慮直接把組合包買下來喔 1月20號 聖火翔魔路 Engage 任天堂本家的戰棋類遊戲 終於要推出了 這次遊戲中加入了歷代的角色 讓他們以文章式的身份出現 不過即使是過去沒有玩過的玩家 這些角色也不會直接的影響到 這次的遊戲劇情大家也不用太過擔心 這個版本的角色設計相當的不錯 很好奇遊戲在劇情的呈現上 會有怎麼樣的結局喔 是下週我最期待的遊戲 1月19號 藍星之翼 射擊類 不支援中文 無銀之星 冒險類 支援中文 射擊瓶子 射擊類 不支援中文 Grace Counter GM 射擊類 支援中文 陷入困境的員工 問答類 不支援中文 陷入困境的員工 問答類 不支援中文 笑臉 橫向動作類 支援中文 夏威 spec 射擊 Bhag rouge這些《斜眼》 美國合計較致綿埃圈 縮集類 不支援中文 射擊類 支援中文 午夜觀時 看不懂類 不支援中文 minimal move 意志類 支援中文 rober bendis 派對類 支援中文 以上就是接下來這一週即將要發售的遊戲喔 除了聖火我一定會玩之外 我私心推薦大家可以考慮rober bendis 我在上一次的派對遊戲推薦當中 就有介紹這款遊戲 有興趣的各位可以去看一下那邊的介紹 那這次的電玩亂報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這個系列 希望可以幫我按個喜歡 我會祝福你玩遊戲都不會卡死關 那如果你喜歡我做的影片 我還有其他的影片可以看喔 我是赤狐 祝各位遊戲愉快 我以為這個影片的平台 我回答應一下 我會打電話 我會畫到這個影片 我會拍照 我會泰國